主席 各位委員大家好 能不能請邱署長 請邱署長 陳委員好 署長好 請問署長對於食品衛生管理法 你們有沒有立場 我大概必須提的就是說 有沒有立場 我想我先說 把它說完好不好 就是說 剛才提到的那個案子 事實上我們從上一次塑化劑完的時候 就大家全力都在修 因為我們這個整個FDA成立以後 這個整個雖然有進步 但是呢還有很多的問題要修 所以我們希望呢就是用全案修正 那全案修正我們已經做得差不多了 那大概有修了六十幾條 所以說你們是有立場也有版本 只是這個版本還沒有弄好 還沒有提出來 那我請問你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來 好這個我想就由行政院來決定 你們什麼時候要送到行政院 我想這兩天就會送 這兩天就會送 已經送了 已經送了 已經送了是不是 好那這個案子現在在行政院就對了 對 好 我想既然有這個立場有主張啊 就應該有版本才對 好那這個實際上請你掌握 好謝謝 大署長我請問你 臨以時為天 你同意嗎 對所以我們要做實管法的這個徹底的修正 就是這個朝這個方向的 現在每一天啊 都在爆發 哪些國家進口的肉不能吃 哪些肉種不能吃 哪些廠商的肉品不能吃 我想請問署長 我們現在 有什麼東西 是可以安心的吃 什麼牛 什麼肉 可以安心的吃 牛肉可以安心吃嗎 豬肉可以安心吃嗎 雞肉可以安心吃嗎 羊肉可以安心吃嗎 哪些 才是我們 可以安心去購買 怎麼去選擇這些 肉品來使用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是說 我在邊境除了加強以外啊 在市場市場也努力在湊 那像我們剛才也報告了 就是說 到現在 就以豬肉來講 我們就抽了98件 那麼大概從北中南東這樣 全部都在抽 那牛肉呢 準備抽200 一個月大概220件左右 那麼這樣子 我想在 就以豬肉來說 事實上 我們到現在一件都沒有查到 署長 很多小朋友問我說 我在未完委員會 問我什麼東西可以吃 我現在答不出來 是不是你能夠想個辦法 標示健康食品的安全食品呢 讓大家能夠吃得安心呢 我實在答不出來 真的 我們對我們這個食品衛生的管理的主管機關 我們是真的很擔心 是 我們最近在標示方面也全力在努力 那麼標示當然分成這個 有包裝的 有包裝的 散裝的 還有這個餐廳方面 那這整個 都已經大致都完成一個方向 所以在標示方面會特別努力 所長 你的長官 陳聰院長說 他是安心內閣 那我請問你 你是什麼署長 是 健康署長 你是健康署長 我看你 令國人韓星應該 改叫韓星署長才對 沒有 我是全力在努力 好 那我拭目以待 這麼多年 我們希望把它一次解決 所以在食官法方面 我們幾乎都努力在修 同時在最近呢 當然也全力在把這個把關 市長 你是宜蘭人嗎 是 我請問你 從宜蘭到花年要多久 一個鐘頭 一個鐘頭 一個鐘頭可以到嗎 一個鐘頭 火車可以到 那一般車子可以到 多久可以到 一個比較久 大概兩三個小時 兩個小時可以到嗎 兩三個小時 可以齁 那你知道從台北 宜蘭到台北要多久 大概 順利的話 三四十分鐘 唉呦 那平常開車的話 華彈你要收到幾張啊 我開車也沒開那麼快 都安全距離裡面開啊 安全 我跟您報告齁 自強後 至少要一個小時四十分鐘 最最快的 那如果是一般開我們血水 不塞車也要一個鐘頭 那花一個小時呢 以上的時間才能到達花年到 到宜蘭的醫學中心 包括 齁 這中間沒有包括處理的 那個 中間所當會的時間 我要問署長呢 宜蘭有沒有醫學中心 現在目前沒有 有區域醫院 有沒有特殊急鎮的照護中心 有 特殊照護中心有 急鎮 急重鎮的照護中心有嗎 有有 在哪裡 我想那個 我想那個 我住那麼久都不少的 都有 呃 跟委員報告 現在在這個宜蘭 主要的三家的區域級 醫院 那麼都可以通過中度級 急救責任醫院 中度級 我說中度 急重鎮呢 有沒有 中度級就是 呃 就是等於是一個 急重鎮算是一個 呃 水準也相當高的地區 署長 不要玩數字遊戲了 這個文字上的 我聽得懂 我看得懂 我是想問你 台灣到底有幾家醫學中心 十九 十九 那有幾間特殊急鎮 照護中心 呃 跟委員報告 這目前還在認證當中 還沒有完成全部的認證 那 目前已經完成認證有幾間 因為現在 我們所進行的 所謂的特殊急重鎮照護中心 是對偏遠地區的補助 哦 所以是對他沒有 醫學中心的地方的補助 那並不是全面性的認證 全面性的認證 今年才開始 基隆有沒有 有沒有醫學中心 基隆也沒有 但是他有一家 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花蓮有沒有 花蓮有醫學中心 那為什麼醫院線沒有醫學中心 呃 全國的縣市裡面呢 大概只有一半有醫學中心 有十九間醫學中心 宜蘭縣竟然 連一間都沒有 也沒有特殊急重症醫療中心 宿長我要提醒你 台灣的 城鄉差距 醫療資源 分配 極度的不公平 你身為宜蘭人 你有什麼看法 我想宜蘭齁 可以再加強的就是 我們講的 重度的急救中心 那麼避免這個多 有一些轉整到台北啦 這些 我想我們會一起來努力 從這方面 市長 你沒有努力喔 上個會期 行政院員送了四十九億的預算 要蓋陽明醫學中心 結果送到我們的立法院來 被砍到剩下二十億 二十億連蓋一個聖母醫院 進入都不夠 你說你有捍衛 對不起 這個是教育 因為這個是屬於教育委員會的 因為那個 呃 當時省的時候是在教育 對啊 你身為 這個主管機關 你沒意見嗎 我知道 那是 陽明大學的附設醫院 對 但是你對於這樣資源的 投入 行政院已經同意了 立法院 竟然有些委員提出來刪除 你都沒有表示你 站在你 我有支持 支持這個 醫療資源 平均分配這個立場 來說幾句公道話嗎 但是我們必須還是要尊重立法院 我有支持 你有支持啊 署長 我們都是 一起啊 為國人在努力 我想 身為一個主管機關 對於宜蘭縣長期缺乏 急重症的醫療 大家都覺得很可憐 也是宜蘭人永遠的痛 我經常在三星半夜呢 還要為他們打電話 他們還在急診室的 走廊上面 找不到病房 人在那邊奄奄一息 所以我 我在這裡 沉痛的呼籲 我們各國委員會 在審 有關於醫療 資源的部分呢 應該要重視 這個資源的分配 對於 國人生命安全的部分 這種預算 砍不得啦 這很嬌修啦 砍得讓大家 多死了多少人 我在這裡呢 也在提出來 慎重跟署長 你報告 現在很多縣市呢 很多縣市 鄉親民眾呢 認為 我們台灣的資料分配不經營 我認為除了 用人口數來 考量分配醫療資源 交通的距離分佈 是不是也應該列入考量 像宜蘭 到台北 要到花蓮 都花近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這樣子都會延誤到就醫 除了考慮到人口之外 要考慮到交通距離的 時間上的一個分配 那如果你也認同的話 我是不是能夠請你啊 就 這個部分呢 做一個相關的研究 重新規劃 重要醫療資源的分配 你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好 我們對於偏遠 離島 還有弱勢的 這是我們未來工作的重點 好 我們一直在努力 在朝這方向走 那麼我想我們會 照著這個方向來努力